生活的百度人永远是你自己 有人说拥有良好家庭氛围的小孩是幸运的 因为他见过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拥有对健康的爱的敏锐嗅觉 很容易就往正确的方向跑 而在糟糕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就要花很多力气去踢开那些糟糕的 他要碰壁很多年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塔拉 就是在一个糟糕的家庭中长大的 这个家庭中有患有遭遇症的父亲 有被父亲吸引和压迫的母亲 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哥哥 还有一直受这个家庭影响的其他兄弟姐妹 本书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 是美国历史学家、作家 而这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是他的处女作 书中的故事其实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看看塔拉是怎样在痛苦中灭盘 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吧 父亲是巴克风的主宰 在爱达赫州 有座不是最高、最壮观 却最为精巧的山峰叫巴克风 塔拉的家就在那里 塔拉的爸爸是个极端的魔门教徒 他相信世界末日终会来临 不允许家中的人有不同的声音 不让家人去医院 也不让孩子上学 他认为学校和医院是政府的阴谋 外面的世界充满罪孽和邪恶 塔拉的妈妈在城镇里长大 当初为了嫁给爸爸 他跟家人闹翻了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 塔拉的爸爸就在大山里经营着一家废料工厂 妈妈是个草药师兼驻产士 没有接生生意时 她通常是在家制作精油 所以他们家的这些孩子 不是在废料工厂帮父亲切割废料和油桶 就是帮妈妈制作第一剂和精油 塔拉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 她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医疗记录 也从未去过医院打过疫苗 在塔拉七岁那年 一家人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旅行 这场旅行结束是在一个晚上 爸爸告诉家人要在那晚返回家中 尽管天色已晚 开车会很危险 但在这个家里 没有人能改变爸爸已经决定的事情 于是一家人上路了 他们到家需要开12个小时后的车 塔拉的三哥泰勒 一直毫无怨言地开着车 结果因为疲劳驾驶 撞上了一辆拖拉机 随后撞上了电线杆 他们一家人都受了重伤 但是他们没有去医院的打算 而塔拉的妈妈在这场事故中伤得最重 在车祸后的几个月里 妈妈都会把孩子的名字叫错 这场车祸发生后 泰勒一直很自责 可过了没多久 泰勒成为了第一个反抗爸爸的人 他说他要去读大学 泰勒13岁以前的知识都是妈妈叫的 那个时候 妈妈还是坚持 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 他曾说把孩子留在家里 是为了让他们接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 尽管阻力冲冲 泰勒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杨百汉大学 泰勒走后 10岁的塔拉在父亲的废料厂里 承担起了原来泰勒的那部分工作 塔拉第一天进入废料厂时 是个冬天 地面上结了冰 寒气刺骨 塔拉学着把废品分类 他原本准备了一副手套和安全帽跑 结果父亲看到后就没收了 父亲说带着这些东西 会让他干活的速度变慢 塔拉在父亲的废料厂干活时总是受伤 有一次 他从父亲的挂车上摔了下来 身上被废品刮出了各种伤痕 当然受伤的不只是他 还有哥哥卢克 有一次卢克在废料厂干活 裤子上沾了汽油 结果卢克在切割废料桶时 裤子遇上了切割时产生的火星 他的裤子被瞬间点着 卢克的腿上被烧得血肉模糊 哪怕是这样严重的烧伤 爸爸也没有把卢克送到医院 在亲眼目睹了卢克的烧伤后 塔拉决定要离开废料厂 他在正中心找到了保姆和打包腰果的工作 塔拉不仅能赚到一笔钱 还得到了学习跳舞的机会 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 塔拉从未想到过自己会遭到二哥肖恩的家暴 有天晚上肖恩抓着塔拉的头发 将她拖进了卫生间 把她的头塞进了马桶 从此以后只要塔拉不服从肖恩的指挥 就会受到她的暴打 父母知道肖恩打她的后 竟然置之不理 塔拉15岁时 他正在遭受肖恩的暴打 读大学的哥哥泰勒突然回来了 泰勒解救了塔拉 泰勒鼓励塔拉去读大学 他说 外面有一个世界 一旦爸爸不在你的耳边灌输他的观点 世界就会看起来不大一样 泰勒建议塔拉考阳百汉大学 这所大学能够接收像塔拉一样没有上过学 但是在家庭中接受过父母教育的孩子 只要他们参加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达到符合的分数 就有机会被录取 起初塔拉觉得考大学这件事 与她无关 然而泰勒一直告诉她读大学的好处 塔拉心动了 她买了复习的书籍 可是塔拉没有过系统的学习 那些知识对她来说简直太难了 在塔拉为了学好数学而发愁时 泰勒对她伸出了援手 泰勒不厌其烦地教塔拉 在塔拉学着简单的数学知识 还把自己的考试笔记给了她 杨百汉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 塔拉第一年的考试并不顺利 她没能考到相应的分数 但是她没有放弃 准备第二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 塔拉通过了 她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入取通知书 塔拉在等待开学的那段时间里 不断地想象着未来 她写道 我从未如此确信 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 她会将我从前认知的一切全部抹杀 告别过去 放过自己 元旦那天 塔拉的妈妈开车送她去了学校 然而来到大学之后 塔拉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一切隔隔不入 在美国历史课上 塔拉受到了打击 她原本以为这门课很容易 因为爸爸曾给她讲过很多历史事件 但是教授对她知道的历史指自未疑 第一节课后 还被告知下节课要进行阅读测验 而测验时 塔拉一道题也没有答对 接下来 她又在一场西方文明课考试中不及格 备受打击的塔拉 想过要回去她原来的那个世界 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更重要的是 塔拉突然发现父亲骗了她 她慢慢醒悟过来 过去父母灌输给自己的很多东西 原来都是错的 后来塔拉从一位心理学教授口中得知 她的爸爸很可能患有躁郁症 而她的哥哥肖恩也是如此 经过这次 塔拉彻底清醒了 过去她一直在按照父亲的意志生活 现在她要试试别的活法 塔拉准备重新开始 所以搬了家换了新教堂 也交到了朋友 还谈了一场恋爱 她每晚都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因为足够努力 也得到了几位教授的帮助 他们帮塔拉申请了奖学金 写推荐信 塔拉最终考上了剑桥 还读了博士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们身上都被打伤家庭的烙印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无缺的 有的人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的人生来就带有很多的伤痛 就像冬夜瑰舞在《时生一书》中说的那样 谁都想生在好人家 可无法选择父母 发给你什么样的牌 你只能尽量打好它 原生家庭 只能决定我们前面一部分的人生 而后面的人生 还要靠我们自己去书写 所以不要把人生所有的不幸 都归结于原生成立 家庭 我们要敢于摆脱原生家庭的聚弊 努力让自己改变 去创造自己的幸福家庭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苦旅 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决定 更不能逃避 在困境之中我们要主动出击 寻求解决的办法 我们无法避免被伤害 但我们要学会告别过去 善待自己 尽管不是所有的眼泪都能被化解 但所有的悲伤都会成为过去 总之 当我们放下原生家庭的沉重包袱 就能轻松上阵 拥抱更美好的未来